经过我们刚才的几个步骤的处理 我们把缺失值填充了 把一些重复的这个数据呢 也把它剔除掉了 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所谓的 叫Aero3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就没有什么错误了 基本上都是可以比较完整的了 但其实呢你还是不能够直接去用的 我们还需要做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转换工作 比如说类型 因为数据有各种各样的类型 你可能数据挖掘算法 它只能处理比如说连续型的或者数值型的 所以你都要把它进行一个适当的一个转换 有的时候呢我们还需要做一些sampling 做一些采样的工作 所以这就是在数据的这个transformation 这一部分呢我们要介绍 数据的类型有非常多 我们有连续型 连续型呢 比如说一个人的身高 对吧 可以说165 168 170 这些都是一个连续的 包括人的体重 都叫continuous的 它是一个这种real value的 当然有的是正 有的是负 这都是可以的 有些时候呢 我们看到的是这种descript 我们叫这种离散型 比如说有多少个人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离散的一个数值 还有呢叫ordino ordino呢它是一种 比如老师给你打分 可能给你打了个优良中差 这个东西你不能直接用数据挖掘 去算法去处理的 你还是得把它变成什么013这样的东西 当然好在呢 就是它本身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 比如说low你可以写是0 然后呢medium是1 high就是2 你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个数值 最麻烦的 最可怕的其实是这个东西 叫nominal 比如说他说 这个有一项叫做occupation职业 你可以选老师工人 什么salesman这种销售员等等的 或者颜色RGB 或者中国有这么多少数民族 一壮满童谣 白土哈布巢 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少数民族 你怎么去编码 这个东西 很多人从来就没有想过的 你在数据挖掘书上 一般也不会告诉你的 他们认为这种问题是不存在的 其实这个问题是最纠结的 没有人知道怎么去编码 我可以告诉你 这种问题 你说它是01 你没法这样去编码的 人们会觉得说 那我就这样编 其实是不对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数据呢 是这种所谓的叫unstructured 就是叫这种文本数据 比如网上的各种各样的一些 发的一些朋友圈啊 一些这个日志啊 它都是一些文本的东西 文本的你也不能够直接去在计算机中处理 大家一定要记得 计算机只能处理0和1 所有的东西归根到底都是0和1 所以一段文字 怎么样去把它表示成为 这样一个数据型的东西 那么我们后面的 以后的单元当中会去提到 刚才我说了 有这种叫nominal的东西 比如说这种RGB 这样的三个颜色 你怎么去编码 人们可能会觉得那不就0 1 2 不就编了吗 你是可以这样编 你的程序是可以运行 但是你要小心 你这里面其实背后隐含了很多东西 如果你说红颜色是0 这个是1 这个是2 其实你就暗含了一个假设 你会认为绿颜色和红颜色的距离 要小于蓝颜色到红颜色的距离 你一旦给它进行了编码 你就等于在空间当中给它施加了这么一个距离度量 就等于说你认为这个点载上 这个点载这里 可是你有没有道理这么说 你有没有道理说蓝颜色就跟红颜色相对更远呢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这样编码 你凭什么 大家看这样的例子 比如说一个什么水果吧 它有三种颜色 然后有不同的大小 圈代表一种水果 X代表一种水果 那么我现在要把圈和X完美的把它分开 我该怎么分 我们看到它的分界面可能要长成这个样子 就是要两个像刨无线这样的一个曲线 才能够保证把圈和X的完美的分开 但是你仔细看一看 有没有可能把这个问题变得更简单一点 数据我不动 我只调整一下编码的方式 绿颜色和蓝颜色 如果我把这两个颜色对调一下 也就是说把蓝颜色变成一 绿颜色变成二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我只是对调了一下 原来的数据都不动 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去进行一个划分 这个时候的分界面呢 就可以长成这个样子 虽然说我还是不能用一根线把它分开 但是我现在可以用两根直线就分开了 刚才是要用两根曲线 那么直线显然它这个分界面会更加简单 这就告诉大家 你不要小看这个编码 你不同的编码 其实你是造成了这个问题结构上的不同 或者说这个数据在空间当中的分布不同 分布的不同 就会说可能一个难的问题 你把它变得简单了 但反过来一个可能应该可以简单的问题 你如果编码编的不好 就变得很难了 所以这是要特别注意的一点 很多时候人们就是不太在意 就觉得你什么五十六个少数民族 你就从一到五十六 或者职业 职业可能有几百种 那就从000001这样去简单的编码 这样是可以做 但是你要知道 它背后可能隐含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如果你真的有这样各种各样的颜色小球 你到底该怎么去编码表示 你搞不清楚谁是0谁是1谁是2 但是你又不得不去把它变成这样一个数值型 如果你不知道谁和谁更接近的话 那么其实在很多时候在一些算法包里面 它是这样做的 比如说你有四种颜色 我要把它编码 我怎么编码 我搞不清楚怎么编码最好 所以我就这样去编码 我就把它拆成四位 如果有四种颜色就变成四位 大家可以看到中间有红颜色标数是1 每一行只有一位是1 也就是说我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区分这四种小球 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两种颜色的小球 它之间的距离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搞不清楚谁和谁更接近 我干脆把你们都放在等间距的这样一个空间上 这是可以去做的 实际上有一些软件包 就是这样去处理这种nominal的这样的一些类型的数据的 我就是把它拆成一个维度更高的一个表达形式 但是它显然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不能颜色太多 你要有几十万种颜色 那这个维度 你可以想象根本没有办法去处理 少量的这样做是可以的 sampling sampling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叫采样 数据库现在是越来越大 我们上学的时候硬盘都才几十兆 后来几百兆 慢慢的现在都至少买个机器 里面都是一个T 所以数据库会越来越大 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这种IOR这些时间 其实它的负担就会很大 所以我们在处理数据的时候 我们想能不能对数据做一些采样 来降低它的时间复杂度 因为在内存当中去算一些东西 其实很快 但是你要从硬盘上去读数据 这个IOR的这个 其实是个非常大的一个瓶颈 所以我能不能不去处理那么多的数据 我就去采样 这是我们需要去研究的一个技术 其实采样这个东西 在统计学当中 大家早就傲数能详了 但是呢 比较有意思一点 在大数据时代说采样 跟在统计学当中说采样 其实是正好反过来的 在大数据当中说我要采样 为什么呀 是因为我数据太多 这些数据都摆在我面前 我没有能力一下子全把它处理掉 所以我就去挑一些 比如挑M10出来去进行处理 但是在统计学当中呢 为什么要做采样 比如说我要做个人口的一个什么 抽样调查 就要看看中国人平均收入多少 那是因为你不可能把14亿人 全部的信息都拿来 它的这个数据的采集过程 非常的昂贵 所以你只能去挑一些 来去进行采样 所以它是不太一样 在大数据时代是数据太多 你处理不过来 不是没有数据 你如果为了减少这个数据啊 其实还有很多种方法 比如一种叫aggregation 就像我们每打一个电话 其实在电信里面都有记录 几分几秒开始 到几分几秒结束 你打给的是谁 这些信息都是有的 那这个信息量可以非常大 就是这个数据非常大 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可以想 你真的需要记录这么详细的信息吗 你也许只需要知道这个客户 在某一天打了多少个长途电话 多少个室内电话就OK了 或者说对吧 你可以知道他每个月就行了 这个月他打了比如说80块钱的花费 上个月打了60块钱花费 你只要知道他的变化规律就可以了 你并不一定需要知道 他给张三李四几点几分打了电话 我们又不是做侦探的 所以根据你的需要 其实你可以把一些数据呢 进行一个具体 你不需要知道最底层的这些数据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大大的减少 这个数据量 而且呢数据也更加平稳 因为每一天打电话 他可能有一天 他可能一个电话没打 有的时候打了很多 但是按月平均 可能相对呢会比较稳定 你包括像City到States 也是一样的 我要记录 我每一个分店的营业额 我也可以记录有华南区 它的一个销售额 都是可以的 这不同层次它可以减少这个数据量 Zampling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调整这个类的这个比例 比如说在理工科大学 可能男女生比例 这个就非常高 对吧 就几个女生 一大帮男生 这种其实在分类的时候啊 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就很多分类算法 这个时候会 就是犯错误的 那我们后面呢会去讲这个道理 因此呢我们可以用采样的方法 对这个原始数据进行调整 比如说男生当中呢 我就挑几个出来 然后女生呢可以都都挑出来 这样呢可以让他比例呢 接近一比一 这个呢是有好处的 对于这个分类算法来讲 不平衡数据 这个呢很多数据挖掘课上 或者教材上呢也都不讲 但是呢如果你不懂的话 你实际当中 你就会犯一些很滑稽的错误 比如说你要去判断 一个人有没有病 那你做了一个分类器 根据他的这个什么体检报告 输进去要输出个结果 实际上可能100个人当中 99个人都健康了 只有一个人生病 那我就有可能做出一个分类器 这个分类器究竟什么人进来 我都告诉你 这个人是健康的 所以他的准确率是99% 你一看哇觉得很准啊 99% 但其实有意义吗 这种分类器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来一个人他就说 你没事你没事 其实呢他根本没有去做 真正有价值的分类 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例子 红和蓝代表两类问题 而且这是一个一维分类 我就用一个属性来分 我们的分界面呢 就长成这样的一个形状 就是一根线 这个线的右手边 大家注意 RHS Right Hand Side 就右手边蓝颜色 左手边红颜色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A分类器来讲 他把所有的样本都分为蓝颜色 所以他的准确率呢 是95% 他只有红颜色这一块分错 我也可以再用另外一个分类器 比如说Classifier B 他这边蓝颜色全分对 但是这边呢 他有10%的蓝颜色被误判了 所以他的准确率呢 就要低 因为他10%的样本都错了 他准确率只有90% 所以你说A好还是B好 A的准确率 95% B的准确率90% 那么你这样看的话 你肯定会觉得越高越好 而且事实上 很多这样的分类算法 他在训练的时候 他的确会最后收敛到A 而不是B 可是你再想一下 A这个东西 就是把所有的样本 全都分成蓝颜色 就像我刚才说的 来一个人 你都说他没问题 他没有识别出来 就有红颜色部分 也许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但实际问题当中 我要识别哪些人 可能比如说都癌症了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结果你这个没有识别出来 那我要你这个分离器干嘛 但是你要从准确率来讲 A的确有比B大 这不就感觉会很矛盾吗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 明明你觉得B的实际效果会好 但是A的准确率又高 这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所说的 整体的准确率 这个概念是不太适用于 不平衡数据集的 当两个数据集差别非常大 就是两类的时候 1%和99% 你就不能用整体的 这样一个误差或者准确率了 应该用一些新的一些度量模式 比如第一个叫寄命 寄命其实它是要单独看的 我要看你在正类上的准确率 再看你在负类上的准确率 正类上的值最大是1 这个准确度 负类上的也是1 所以1乘1开根号还是1 寄命它本身也是0到1之间的一个值 但是如果你要想寄命这个值高 你必须在两类上面都要分得对才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你要用这个度量的话 克拉斯培奥A呢 它就是0 因为它把有一类分 全分错了 就准确率就是0 那0乘于任何东西都是0 所以说你要用这样的度量方式 相对来讲就比较客观一些 它要求你把两类都要分对 你才可以最后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值 你不能就是太偏科 就像我们高考一样 你一门课考的很高 一门课考的特别差 那么如果也许你的平均值还可以 但是如果用寄命的话呢 可能就会差别特别大 另外一种呢 像FMAR这个在Information Retrieval里面用的比较多 就是我在搜索引擎上去搜一些东西 它会定义一个precision precision就是说我要搜一个关键词 你给我返回来100篇文章 当中呢有多少篇是真正我需要的 就是准确度 precision 还有一个是recall 事实上有多少篇都是跟我 这个关键词相关的 但是其中呢 你可能只返回了一部分 这个人叫recall叫召回率 所以他把这两个东西 组成一个表达式 成为FMAR 他和进密呢 就比较类似 都是要考虑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深入的看一下 他在两类问题上面 准确率到底是多少 你不能看到一个特别高 一个特别低 如果这种时候 你要意识到说 我得采取一些措施了 我得把这个两个类啊 可能这种要把它搞得均衡一些 再去分类 要特别留意 不能马马虎虎的啊 就看个整体的准确率 就认为啊 没问题了 就还沾沾自洗 觉得我的准确率还很高 这种问题 其实我们以前 在实际工作当中 都有遇到过 采样 oversampling 向上采样 如果你真的遇到个数据机 比如说红颜色 远远多于蓝颜色 应该怎么办 你如果直接去分啊 很多分类器会犯错 一种方法就是 把蓝颜色呢 多采一些 有点像克隆 就多复制嘛 如果女生少呢 我就多复制一些出来 就让这个比例更加平衡 但是它不是简单的说 一个点跟一个点的复制啊 那样复制信息量太少 就是完全克隆是没有意思的 它的基本思想 就是一个蓝颜色的点 我再找它一个近零点 然后呢 在这个区域当中 随机生成一个点 就有点类似于 用这种差值的方法去生成 所以大家可以比较这两幅图 这个图当中 蓝颜色点的会更多一些 大家知道它是怎么生成的啊 你既要多生成一些点 又要生成的像真的一样 又不能简单的就是复制 还要把它生成的比较均匀 有一定的随机性 看上去比较好看 另外一种采样呢 这是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个研究 就是提这个边缘点 Boundary example 比如我们有个数据 很大 我们现在经常会看到一些数据 非常大 几百万个点 你们其实如果回去试一下 那种几百万个点的数据啊 你要用一些稍微复杂的算法去处理 你一天一夜你都算不出来 不管你做分类做巨类 你根本跑不动的 所以我们就在想 其实很多时候啊 就是最外面这圈点是有价值的 你中间这些点 它可能并不参与到真正的一些 数据挖掘的算法的 这样一些训练当中去 所以我们认为边缘点 是最有意义的 就是它的价值是最大的 那么我给你一堆点 你怎么去把这些边缘点找出来 这是我给的一个例子 就我自己写了一个程序 给我任意这么一组数据 我就把它的边都可以找出来 当然你可以根据密度啊 因为边缘点嘛 它一面会比较密 一面的会比较稀 你还可以根据一些什么 法向量啊等等一些方法 去把边缘点找出来 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实际当中我们就发现 我只需要提取大概5%的点 我就可以达到 跟用100%的点 几乎一模一样的效果 这样的话你可以想象 我可以节省大量的计算资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